不過韓國瑜他不是素人 他其實是政治老鳥 而且也不是吃素的 只不過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 他離開了政壇並不順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並不是一個沒有政治敏感度的人 那麼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大家也知道說 他是曾經怎麼講踩在地上的 不是每天都在雲端 高高在上的 那我覺得他的社會的歷練度是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不管是選舉的講話 跟人的應對 相對底下 我們會看到很多國民黨高層的精英 你會覺得好像不是這麼的 你知道懂得人情義理這種事情 那我覺得韓國瑜他這一方面 的確是講好做人 所以呢柯文哲說要跟他 他沒有距離千里之外的 這不然就很奇怪嘛 再加上他過去在台北市的 這樣子的一個共識的經驗 可是他也不是一個我剛剛講 毫無政治敏感度的人 你現在一月份在選舉 然後你跟他熱熱鬧鬧的 創造很多的話題 即便韓國瑜沒有這個意思 也會被人家強加說 那是不是大家一定很多 你相信一定很多說 以後會不會柯寒配 韓柯配選總統啦 韓國瑜是不是又要怎樣怎樣怎樣啦 又要跳脫國民黨的 一定會有非常多的 這些不必要的預測 那我覺得對於剛剛上任的韓國瑜 對於藍營高度期待的韓國瑜 對於藍營內部所有的太陽 都想要跟他站在一起的韓國瑜 他何必呢 他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他也沒有說 就一定不要見柯文哲 只是說有必要這麼急嗎 因為本來他們也沒有什麼公式說 非要這個時候見不可啊 有時間的壓力說非要見 非要解決不可啊 柯文哲說六月以前見就可以啦 對就有見就好了嘛 對不對大家開心見就好了嘛 自然見就好了 不要有給對外過度的聯想 跟政治上面的一些意測 我覺得韓國瑜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就表示說他不是一個 對政治沒有敏感度的人